作为B Group的The Wave 创立至今踏入第五周年 继续秉持创造共享价值的初心 于4月份开始举办一系列多元化的Hybrid Event 邀请业界专才和大家分享 有实体活动之余 也会同时设有线上直播 等大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一同参与 分享The Wave五周年的喜悦 活动主题围绕就业支援 创新科技 运动创新 以及其他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题材 希望令观众可以增值自己 同时对社会和环境带来正面的影响 The Wave这次更与同为B Group的 私仪及培训公司SAYC回首合作 派出多位学员担任部分讲座主持 提升活动的互动性 令学员获得主持讲座的宝贵经验 替造双赢局面 而今天的活动 听见你的声音 你以为自己真的懂唱歌吗? 就邀请到梁小军老师来到分享 Isleang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音乐文学碩士学位 以及在香港演艺学院获得音乐荣誉学士学位 主修声乐和附修港琴 曾荣获意大利领事馆奖学金赴意大利心躁爱 还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 研究香港歌剧发展 在国际市场推广本地制作的歌剧 进行演艺交流 Msleang曾参与二十多部作品 包括《蝴蝶夫人》、《勒维尔》、《摩迪》、《威尔蒂的茶花女》等 而她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要中国际学校任教 亦是音乐万岁歌剧制作的合唱总监 以及注册音乐校官 现在就由The Wave 发放正能量 和你一起创造共享价值啦! 欢迎大家参加由The Wave 举办的《听见你的声音》 你以为自己真的懂得唱歌吗? 我是今天的大会司儀Aki 大家好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年是The Wave 的五周年 我们将会举行一系列的 线上线下活动 以共享知识、共享价值的方式 邀请大家和The Wave 一起过我们的五岁生日 而参加今次的活动 朋友们可能大家都会跟我一样 都是对唱歌都会挺感兴趣 但是很羡慕别人怎么可以唱得高音甜、低音准 大家有没有现场的朋友 都是刚刚想学唱歌的呢? 可不可以都示意给我看一下? 相信现场的观众和网上的朋友 都有我们一些初学唱歌的朋友仔 也都有一些可能是 已经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 有一定的水平 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再提升一步的 无论哪个程度都好 我相信今天这么多的朋友 都会在这里有所得着的 刚刚这个短片里面 都应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一些背景介绍的了 今天在五周年的 《线上线下活动》里面 诚意邀请到著名歌唱家 及音乐老师Ms Lam 来和大家去教唱好广东歌 希望我们这么多位的朋友仔 都由所得着 那我们首先欢迎Ms Lam 是 Hello Ms Lam Hello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其实流程会分了三大部分 在头二十分钟里面 Ms Lam 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唱歌的技巧 例如 怎样可以唱得有感情些 还有怎样可以稳定地唱高音 而之后在三十分钟 就会有一个跟大家否释 怎样唱好广东歌的竅门 那我们还找了三首歌 来和大家去做示范的 分别就是 张敬軒的《櫻花树下》 謝安琪的《喜铁街》 和王菲的《守望墨田》 那最后的五分钟呢 就是Q&A的环节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留言 和去举手发问的 Ms Lam就会逐一解答 那大家记住要把握时间了 那我都很急不及待了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 很想去和Ms Lam 发问一下问题 首先呢 我自己就很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整天唱歌都发觉自己 没有什么感情 怎样可以在唱歌这部分 可以难须到感情这个部分呢 其实呢 就要看回你唱歌的时候 对那首歌的感觉是什么 那有时你可能心里面 很喜欢这首歌 很热血的 但是你表达不了 别人觉得你好像 啊 为什么这么冷漠的呢 就是发挥不了那首歌 那种精髓出来 嗯 那其实都有很多唱歌技巧 令到别人觉得你 啊 很投入那首歌 那都是一些唱歌的技巧来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 伤心的时候唱一些伤心歌 那当然是令别人回味啦 就是知道 哎呀 你真的发挥得很好啦 但是你有没有唱歌技巧 令到别人明白 你当时那种感觉 演绎的时候 是不是发挥着呢 就是说你一边哭一边唱 其实都只是听到你的哭声 都听不到你的字 那其实那些字呢 就是你的唱歌技巧来的 那其实我们有时呢 唱歌啦 或者演戏啊 那些呢 都有时会叫做 七分呢 就要投入 三分呢 就要离开 就要清醒啦 那其实呢 你投入的时候呢 都要个脑呢 都要记住那些唱歌技巧 和那些字啊 或者你的演绎啊 有没有大小声啊 或者你究竟 会不会流力 在高潮的时候才做出来呢 那所以就要有三分清醒啦 嗯 我想问一下 比如好像唱情歌的嘛 都见到很多 情歌王子啊 情歌天后啊 那他们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呢 可能他未必经历过的 那是不是一定是一个 有故事的人才可以唱出 那个神粹呢 有没有那些技巧可以帮到我们呢 都不是的 就是有时 例如那些小朋友唱歌 例如 妈妈是世上最好的 那他都未感觉到 妈妈是世上最好的 就已经被人教他去唱这首歌 是吧 但是有时呢 小朋友唱歌呢 他就这样 就是流露 其实他自己唱歌词的时候呢 未必真是深刻的感情呢 知道什么 他只不过普通表达出来 但是有时就会这样的 例如唱者就无心 听者就有意 那其实歌词那个技巧 就是那个字的功力呢 和音乐的章力呢 就在这里发挥出来了 那为什么填词作曲是这么重要呢 经过一个这么漫长的 创作技巧就是这样的意思 嗯 就是一个歌词 或者是自己的唱功 去令到那些观众有投入感 那我都听到呢 有一些的技巧呢 譬如说 用哭哼啊 用震音啊 是不是可以就加强那个感情呢 那些呢 就要看回场合去做啦 那比如说你哭哼啊 震音啊 如果我个个音都是由头震到尾的 那你都不是那么好听啊 但是可能有一招两招 叫做绝招的 你先待着 去到这个高音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绝招震音 那你就可以加强你的效果 那所以整首歌 由头到尾都用这些技巧呢 那就未必有人欣赏啦 那你要适当的时候 自己做到 喜欢做 或者是show off 到那个moment 那就矜贵些 嗯 那那除了感情的投放之外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 技术层面上面 那在技术层面上面 那在技术层面上面 有些什么的 即是叫做很实际的技巧 可以帮助到 我们唱这个 比较有感情的去抒发出来呢 那其实最简单呢 来抒发感情啦 那你可以用个字啦 刚才说了 因为歌词都很重要 那究竟你咬字清不清楚呢 其实你咬字清不清楚 其实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将不将到 那些字放到音里面 那所以呢 我们唱歌呢 很多时候呢 就必须要将那些字的文章 即是A E I O U 就抽出来 要放大它 那例如你 你的你呢 我们会有个A A的 例如我爱你的 爱字 就会慢些 如果不是我爱你 你不知道我说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将那些文章 放慢去 尽量将那些音 可以移到出来 如果不是呢 你没有了高低音的意思 例如英文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如果不是How are you 即是只听了一句话 所以你如果说 唱歌词是一句话的时候 你都不会见到 或者听到 我究竟在唱歌的感情是怎样 所以例如说 字方面的表达 亦都会帮助你 加上你有少少面部表情 那一定是明白的 嗯 Ms Lan令我可以领略到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都是讲 我们教我们唱好广东歌 所以在广东歌来说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 其实咬字都是很重要的 回应刚才Ms Lan所说的 How are you 都应该是 或者我爱你 都应该是 这几个字都应该是要表达得清晰的 除此之外 都很想知道 这个也是我最弱的一部分 就是可以怎样稳定唱高音呢 其实唱高音 离不开 要用丹田 大家常常听到 你唱歌要用丹田 究竟你知不知道丹田在哪里 在哪里 其实大约在肚子 三只手指对落 在肚子树上 肚子有的、约欣估 internet 肚子里面是肌肉 其实每个人天生都会用这个肌肉 ooo 由嬰孩子哭 你會見到他很集中 丹田一下就出來哭了 其實大約了可能你未必 就是廣東話就比較難發音 其實如果有講普通話或者英文的人 其實他所有東西都會響到resonance 很容易有個共鳴位就會project出來 但丹田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要學去運用 現在可能Beginners就會覺得 動和不動,用和不用 但如果職業的樂手來說 你會有速度和節奏去用丹田 例如你想他怎樣動 你就要他怎樣動 最簡單來說你連丹田都感覺不到 其實你可以大笑的時候 或者打嗑的時候 即是笑到有腹肌的時候 笑到有腹肌就要練習一下 你笑的時候 其實你放手指在丹田上 你就會覺得有些震震震的感覺 或者去洗手間的時候 或者你吃菜小的時候就要用力 那就是單前法力的地方 如果再辛苦一點要去感覺 其實我們可以坐前一點 那一張椅子就不要靠著 然後靠後 這個可以幫你22寸腰 那就不要再厚一點 對,雙腿要放地下 approaches 好,當你很累的時候 好像下面陷落 是不是留oben 就有一個股息在運動 倒似有一個位置 會不會控制 實實的 那個就是你的單田位置 你要22寸腰 要做多一點 雙腿要放地下 當然如果有腰痛 或者這些肩痛 那些就要量力而為 你博得它在那裡震震震震 因為你未受訓練 你可能十秒你就已經震了 因為你的丹田無力 這是最簡單的 找丹田的方法 但大部份學唱歌的朋友 他就會不小心用喉嚨聲 就要學習用一些共鳴位去幫你擴充 共鳴位最簡單就是打喊爐 呼呼 其實就不會用那麼多喉嚨聲 但有些人長時間受了錯誤的訓練 就已經一唱就喉嚨聲 就要學習去放鬆 然後再用氣去搏你的丹田 我們所謂的一條氣唱 你經常學唱歌 一條氣是怎樣?一條氣是怎樣? 那就是由丹田帶動力量 將一條氣向外唱出來 就叫一條氣 嘗試一下,辛苦了 嘟嘟 這樣就唱到 嘟嘟 嘟嘟 嘟 剛才你不是說不懂的 嘟嘟 嘟嘟這個功能 是幫助大家用意共鳴位 因为嘴唇会很响,你会觉得这些地方会有点震震的 当然如果你感觉不到震震,可能用了喉咙声 否则你会觉得这些地方会有点感觉,好像有人轻轻拍摄你 嘴唇好像我那样,就很响 好,如果你觉得自己运用不到丹田,你会辛苦点,喊嘴唇 眼睛看点天空,然后吸气,吸气两秒,一二吸气 嘴唇向前,好像一条鱼,不够气就不要强行,要再吸气再试过 要量力而为,欲速之不达,稍后会有点烂声 不要说,我根据你轻轻,然后把声都沙了,你未学到精髓 好,再试过,挨后辛苦点 好,三只手指放下,肚子下面 觉得很辛苦,快震的时候,吸气深点,然后 有没有头晕的感觉 要叫救护 要叫救护 如果你还没吃东西 又或者是胸肚唱歌、练习 这些是高危动作 是 因为你真的在用气 你还没吃东西 都没有能量 你就用一些这么运气的东西 其实头晕是正常的 所以要吃一点点东西才可以联系唱歌 一般人会觉得唱歌 都是动响道就唱一下 其实不是的,要准备的 比你想象中辛苦 如果你长期的挖着 我当你五分钟,只是你呼呼呼 其实你已经成头大汗了 亦都是要消耗能量 因为你真的整个人的运气 是有一个满轻力在做的 所以如果自己唱歌 空肚好像我这样教你练习 一会儿都要头晕 那你就要休息了 所以呢 除了不要空肚吃早餐 是不可以空肚唱歌的 大家记住抄底 除此之外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新手 初学者来说 除了丹田之外 其实平时我们呼吸的方式 应该都很影响我们唱歌的 是吧 大部分的朋友 呼吸的时候 都是吸气的 即是很浅 什么叫深呼吸呢 就忘记了 其实深呼吸 我就可能会当是 吸气两秒 给你一个概念 如何去做一个深呼吸 等于你们可能 练太极 瑜伽 或者不同各项的运动 游泳 其实你都是吸气的时候 都没有人细细 那么吸气 文化香 都不是那么斯文 你唱歌 还要唱高音 你怎么会 那么滴滴气 就会唱到 根本就是骗你 是不是 每一次 如果是健康一些 有时间 就会用鼻吸气 因为它可以帮你 鼻也会健康一些 有过滤不同的致敏物物 亦都会同时间 可以帮你提升 帮你找一个鼻腔共鸣 最简单的共鸣位 是鼻腔共鸣 如果你说 你听到有些老师说 哎 你要在头后面唱出来的 那经常都听到 其实那些 就比较 advance 的技巧 因为 beginners 最容易找到 就是鼻 跟着是压头 那它的头 已经 那么大个 area 所以呢 你们应该由 简单些 贴点面骨的地方 开始找共鸣位 如果你找到共鸣位 你呢 其实就容易把声音去扩充 亦都是放松 不用喉咙 如果你跟我吵架 十个小时 你都不够我吵的了 所以你就用完这个技巧 就算自己说话 都会舒服点 轻声点 和传 个人都健康点 所以呢 唱歌技巧 都可以放在说话那里用的 嗯 因为平时都听说 怎样可以感受到自己的 腹式呼吸呢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是用着腹式呼吸的了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到 在唱歌的层面上 那再回应回 就是刚才说的 在这个唱高音 我们怎样可以很稳定地 可以唱到高音 而又不会炒车呢 那其实呢 大家可以抽出来练习 因为你不懂的地方 就不要整首歌练 也都不要练超过十五分钟 因为你把声会累的 那你既然唱不到音 你硬再用力去唱呢 其实呢 不会有进步的效果 因为你已经用了一个错的方法 如果你是再硬用力 哎 我要上去 那其实就肯定是错的 嗯 因为我们学唱歌 是有一个自然的方法 你想想 那些猫仔这么小 都可以这么大声 那只狗这么小 都比你大声 那其实你都懂这个本能 只不过你忘记了这个技能 嗯 例如你寶寶仔的时候 你都叫得很大声 上层樓都听到你哭 是吧 那只不过呢 你现在要学习 運用丹田和气的结合 这个技巧呢 去帮你去做抗音 所以呢 唱高音呢 一定呢 都是会用这两个 一定要用的技巧 那加上唱高音的时候呢 其实你要将自己的气 全部放出来 不要忍住气 所有气都放出来 然后呢 就要三只手指 那就是打动了 这么大的口 啊 这样唱出来 那个字呢 尽量呢 就转做啊 的方法 例如说 我爱你 可能你的爱字呢 就要转啊 啦 我啊啊你啦 要这样 跨过去 那也是 要帮自己的脑子 想呢 是有个团圈的感觉 哦哦哦哦哦哦 那你就慢慢 退了高音上去 千万不要像火箭那样 啊 那爆上去 那就叫爆音了 你都应该见不少 那就没那么健康 那可能你爆了几次 那声就会破坏的 那我说不行的 看你觉得好不好听 嗯,真是很高深的學問 記住喔,現場的朋友 如果待會想發問問題的話 記住記住你們的問題 在最後我們有個Q&A的環節 大家就可以踴躍去問問Ms.Learn的問題 網上的朋友也是 大家可以在Facebook上留言 我們稍後都會有Q&A的環節 最後在技術上的問題 都想問問Ms.Learn 就是我們經常都聽到說 會有真音、假音 其實這個技巧可以怎樣運用呢? 其實真假音就不是技巧來的 因為有些男士真聲、假聲 就比較明顯的 女士都有人是有真聲、假聲的 但是那些假音聽起來就比較真音 男士其實可以把真假音的區域 可以將它擴充的 你可以將你的真音擴闊它 將你的假音有這麼高就搬這麼高 唱歌的時候就多些真音聲 如果去到某個階段 即是不會說真假音 不會有一個規劃的 分開的區域 其實我們會用叫做混音 慢慢將真聲和假聲混在一起 去處理那個高音或者樂句 然後我們會說一下 怎樣運用真假音去處理樂句 其實如果你整句都唱到真音 是好東西來的 證明你很高音 如果你真的唱不到 你想轉一轉的假音 先頂住 那你就要練一練混音 聽起來人家覺得舒服些 不是真的馬上說轉就轉 那也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嗯 真的又帶了很多東西下袋了 我們這個時候 學了一些知識技巧之後 應該要實踐了 這個環節我們就是 把我們學好的技巧實踐 去練好就是唱廣東歌的竅門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們今天會示範去唱三首歌 而Ms.Learn也會跟我們去分析一下 當中是可以怎樣去唱得更加好的 那我們是很歡迎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就跟我們一起去參與這個環節 那首先我們現在第一首歌 就是我們選了一首神曲出來 這首神曲大家應該都知道的了 就是鄭安琦的《起貼街》 那我們示範這個環節 我們是會由chorus開始 我只是唱幾句 我們就請Ms.Learn跟我們去 糾正一下當中有什麼進步的空間 好了 如果有歌詞的朋友看歌詞 很熟悉的朋友就在腦裡想一想 我們都準備了怎樣去 其實你可以唱得比謝安琦更厲害 你知不知道 這本是很漂亮 一定會比她厲害 首先你去唱這幾句的時候 你要設計告訴自己 你哪裏呼吸 無論你夠氣還是不夠氣 你都要在相同的地方去做呼吸 因為這個是一個身體會幫你記憶的 你就算覺得夠氣 你可能強行唱下一句 其實你可能會因為時間地點狀態 會影響發揮 所以每一次你要記住自己 哪個地方做呼吸位 我可能會說 例如 我不講中文 只是講技術 例如 你如果覺得你夠氣 例如說 望吊愛過的他 當初的起伏 你就已經不同做一個演繹 另外 剛才講了字也很重要 究竟你的行動 或者要放一些力 出來放哪裏 例如 現在你看到頭一句 例如 望吊愛過的他 可能你會不會把愛字有些大力 我們可以做一個佔大聲 例如 望吊愛過的他 當字有一點高音 你可能覺得不夠氣 那怎樣呢 可能你就在這裏吸氣 當你唱當字 我們可以用D音 當是ABCD的D DD的 當當當 當 拿回A音 因為當是A 當初的 你就變得更容易發 那個高音 然後 你就設計自己一句 那位他 好了 他字的時候 就長一點點 收回他 阿阿的 你就會覺得有句味 收起 收回它 然後 表起 分手指 拿到 唱 給 好了 這裏其實有少少難度 要抽出來練 因為平時我們聽的歌 就比較順義 就沒有說 例如我們平時 小朋友學音樂 就Dore Mi Fa So La Ti Do 這裏就有些半音的出現 這裏 我們線上的朋友仔 都可以看著 我們現在螢幕上面的曲譜 可以一直聽著 Mis Leung教大家的一個技巧 這裏我們就會 還有多一個音 例如這裏 你就要分開出來練 分開出來練 例如你可以 那都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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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半音半音 那都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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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那就很肯定 你就把這裏 放入音 否則 你就會 一切 這樣 滾出來 那如果你要唱 你就要自己抽 四個音 給自己 心裏 知道 這一個音 是什麼位置 是什麼站 然後才整句 再練 那可能分開 我們這些叫抽練 練了出來 那你才整句 或者整段 才再試過 然後你再接著老話 一切美乃教練 如果要吸氣 這裏就要吸氣了 嗯 或者我們會不會 都找一下 現場的觀眾朋友 一起出來 示範一下 讓Ms.Learn 可以即場 糾正一下 哪個位置 其實大家是需要 注意的地方 可以的 我們都安排了 一些現場朋友 出來示範一下 想示範的 朋友可以舉手 出來我們台上 看到有位朋友在現場 我們現在有位 現場觀眾 都想示範一下 好了 請這位觀眾朋友 可以到台上 好 我們主要是唱副歌的位置 我們鏡頭還沒看到你 好 來 近一點 近一點 在這裡 對 這裡開始 繼續 好 我們由這個 的 網雕那裡 開始 好 我們交時間 給我們的現場觀眾 停中了 望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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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望 望到 愛過的他 當初 當初 當初的起貼 金箔欣雀 那位他表起婚紗照那道牆及一切美麗舊年華 明日同步測下 為何你簡單的地方不懂得那麼神奇呢 剛才和你練習了這個地方是對的 但前面找音 家裏的朋友或現場觀眾 其實你要練習的時候要抽練 其實你要先用耳朵聽一下那個音 通常有很多人 你入第一個音不對 整句都錯了 你入第一句對 整句都會對 所以有需要自己拿些 如果沒有鋼琴可以下載一些器材 時不時就隨便按音 看看自己可否唱那音 那你就很明顯是一個很典型 一個經常的大眾的滅色 所以你一入那個音 就整句都錯了 不對就整句都錯了 也是很典型 難的地方就懂 錢的地方就輕敵 好了應該去到再難一點的地方 忘掉有過的街 應該很多人有問題 如果網上的朋友 對於這些位置 大家都已經有疑問的話 就可以開始留言給我們了 我聽到現場的觀眾朋友 已經自己撐起來了 我們現在已經唱到 我是忘掉外國的家 是嗎 是 這裡是小餐桌 這裡 好 這裡 小餐桌開始進去 小餐桌沙發 這裡不是真的很好笑 真的不懂了 好了真的不懂了 那時候有很高音 也不是很高音 如果你們有重播 可以說 我們的E 小是E 是比較難發音 唱高音是比較難的 但是 如果我們是一些廣東話 其實你可以加一些氣聲 平時 祝福別人 你這個 什麼 說的時候 你很有丹田力 你這個嘟嘟 為什麼不想想 當一刻 你的力量怎麼來呢 你就 聲聲聲 這樣笑出來 我們很斯文 我們很斯文 我們只不過是想一想 當時 我們怎樣發力 OK 我們是斯文人 你是不是聲聲 不是 那個力 你有力的 你只不過那一刻用了 現在這一刻你忘記了 所以你聽著音 如果真的用小字 難發音 你可以唱 我們是從哪裡 叫他媽媽媽 媽媽媽媽 正 穩定了音 小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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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唱出來了 如果你是沒什麼信心 覺得很難唱 一定要放鬆喉嚨 然後讓多點氣出來 多點氣聲 不要緊 是個練習的過程 不是要你唱到那一首 不是要這樣 練習過程可以 多些氣不要緊 起碼是對音和你先放鬆 用一個正確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先試一下媽媽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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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這樣先試一次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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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有個殼 起碼頭四顆音是對的 然後你就要記住自己 嘴唇 剛才有沒有看到我 經常都開到很大 小春 誇張點給你看 當然我不需要這樣唱 但你需要 因為你們是初學者 所以誇張了 小春 這麼大 你就會上到 試一試 小春 台沙發 雪櫃及兩份紅花 對 我不管你後面 有四顆音是對的 好厲害 這個朋友我不認識 千萬不要說做妹 不是妹 謝謝 謝謝 如果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 如果懂得看譜 其實也可以網上找一些有心的朋友 他們已經私人分享了出來 然後你可以試一下找了音 或者聽著音樂 用一些簡單的練習 幫自己穩固了音 然後才拼一隻字進去 不需要一來就是整個月這樣練 然後練了十次都不會 當然啦 你沒有方法 所以拆開它 就 小春 開沙發 你就陷入了 這個很易記的竅門 由祝福人開始去練習 好了 這段我們就學到了 因為整個副歌裡面 應該最難的部分 就是剛才那個小餐桌開始 這一首歌裡面 我們已經學懂了一些小技巧 好了 那我們現在不如就試一下 示範一下第二首歌 那大家網上的朋友 可以看回我們 稍後螢光網上 都會有一個曲譜 現場的觀眾朋友 大家手上 都會有我們第二首歌 就是 王妃的守望墨田 這首歌 都真是幾嚇人唱 我自問了 真的唱不了 我們都看看 現場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一些 可以上來示範一下 有沒有現場的朋友 或者他示範之前 我先講一些 講一些基本功 給大家認識一下 你說是否很難 不是的 你沒有練習 當然覺得難 你都未學 學完之後 就很容易 你就可能會這樣 其實 例如說王妃 其實她是一個 獨特的唱歌風格 其實因為她 對於廣東話的咬字 其實她是有研究的 但是也有時 是故意放棄的原則 剛才說了 我們唱歌最重要 就是有花牛 王妃的風格 她是故意不咬花牛 就是某些字 她是選一些字出來 故意不咬花牛 然後轉用氣聲 然後飄出來 例如我們有些簡單的練習 例如我們可以想像 有時我們吹蠟燭 這一個技巧 就是適用於王妃 不代表適用其他人 先說明 因為王妃的唱歌 獨特技巧 應該人人都知道 她無緣無故唱唱一下 會有那種飛要出街 哎呀很飄啊 這樣的感覺 現在就是教你很飄的感覺 可以找一個摩音 摩摩摩 我平時會唱摩摩 很緊一個摩 但是你會覺得是飛出去的 摩摩摩 這樣輕聲一點 摩摩摩 或者摩摩 全部氣聲 好像被人覺得 哎呀我沒力了 哎唐唐不趕了 拜拜拜拜 拜拜 都是一個氣聲出來 那就是玩這個字 那個重 還有什麼時候用氣聲 那你掌握到 啊 什麼 什麼啊 哎呀我肚痛 拜拜拜拜 那這個感覺的時候 你就可以陷入王妃的首歌 好啊 而且她會唱唱下 她又是會有一個 向前 一個飛出街 剛才飄出去的感覺 那不代表你整句飄出去 那你飄完出去 你要收回來的 下一個音是要唱實的 實的音 來的 所以說 她現在是 例如手摸墨田 她會 空空兩手來 揮 揮 那你就要F多些音 揮本應是F音 來的 就是F多些出去 揮 揮 就變了 I我也太多 揮 揮 不是揮 揮 揮 手跪去 越過山 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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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特色在這裡 所以 你要控制唱歌技巧 有時候兩樣都要練 例如你唱第二首歌 她可能是實的 水 或者你唱 霜佛加震音 水 這樣 但王妃的歌 你就要飄出去 水 沒氣 要收回那個力 所以你唱時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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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收回來 acam念 做出 和入 聽完之後這個貼士應該懂得唱 我感覺到現在好像在雲巾船浪 要揮出去又要收回來 有沒有現場觀眾朋友想試試 男女都沒有問題,男女現場觀眾都可以試試 有沒有朋友看到後面那位間諜的觀眾朋友 你很著弱 有沒有朋友想試試 其實這首歌不是很高音 比剛才那首歌還低音 只不過是戲的運用 覺得有點難度 可以用自己最擅長的音域去演繹 這首歌很低音 只不過是因為王菲的唱腔 已經比較深入民心 也是比較難模仿的一個歌手 因為你又要開放 又要放你的聲音 又要收 在那麼多字裡面一句唱完 又要揮出去又要收回來 不是很繁忙 其實是繁忙的 還要不走音 又要被人聽到 其實是要下功夫的 不是那麼容易模仿到的一個人 所以你唱的時候 也是要慢練 例如空空兩手內 還有一些吸氣位 他是比較長氣的人 因為他不是著重丹田很重 很大力的人 他也是有用丹田 但是他是不是好像巨無霸 他每次都覺得很厲害 全部都是丹田 他不是這樣 他用的共鳴位 也是輕輕的 因為我們共鳴位 其實都有分厚薄的 如果很厚的就是唱歌劇的聲音 如果很薄的 有分中薄淺薄的 所以王菲是比較著重於演繹和風格上的東西 所以這首歌其實都算容易唱 真的嗎? Mr. Lamb 不如你試一下吧 真的很低音 真的嗎? 試一次 我給你一個低音 我給你一個低音 他本音是這樣的音 沒有重來的 空空兩手 空空兩手內揮 走跪去月過 對 很炒車 好了 首先你的胸 你的圖片黏得不夠緊 空空兩手 還有很多人都會 其實都很好 要注意自己的優點 如果人們緊張 就像你這樣 嘴巴黏得緊 空空兩手內 他的嘴巴也沒有動 其實你的嘴巴要靈活一點 空空兩手內 已經咬緊了 空空兩手內 是時候了 大一點 空空兩手內 對 你的嘴巴也不夠大 兩手就會橫了 我們要向下 對 手指打動手指 不是騙人 打動手指 這麼大 誇張一點 吃雪糕這麼大 空空兩手內 空空兩手內 對 然後呢 揮手歸去 剛才說了 揮要有一個F音 對 加了F音 就可以唱到 不要太斯文了 對 揮手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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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 越過山 越水 水 水 這樣 你們在那邊打 越過山 越水 這樣 水又來 水女有水 飛出去 水女有水 對 你覺得自己好像飛錶一樣 派傳單給別人 水 飛出去 水女有水 或者覺得自己像 生日的時候 吹蠟燭 水水 但是不准停 馬上出去了 水女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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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未必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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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說無一抹 未說無一抹 這就是泰斯文歌 總要超大三隻手指 心愛過世 心愛過世 一天 超大 一天可抵順一睡 是否很容易呢? 是像唱片一樣 最後一首就是一首男子歌 現場的朋友可以看看你們手上的一個紙本曲譜 線上的朋友可以留意我們的螢幕 這首就是張敬軒的《櫻花樹下》 這首非常經典的歌曲 現場有沒有一些男性的觀眾朋友都想上來示範一下 讓Mislang可以給大家一點意見 咦!有反應 讓Mislang先講解一下 你想聽提示先 好 聽提示就不是聲音來的 這樣 大部分的朋友 可能男生 都要學一下一記旁身 一首歌旁身 對不對?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時可能你覺得假音區 因為高音的時候 哎呀!真的唱不到 假音頂住先 很容易把一句 樂句的時候 就會有兩句聲 很明顯的兩句聲 其實你要透過練習 就去把你的真假聲 分多一個區域出來 即不是只有真聲和假聲 你要做多一個叫混聲 即是你有三種不同的唱歌聲音 亦都要把自己的假聲區域 向上移 即是把你的真音擴闊 即是唱多些真音 其實如果在家裡練習 那些朋友也可以自己洗澡的時候 因為疫情 說不到這麼多給大家 那你就要在家裡 可以試試練一下 那些嬰兒 那些嬰兒喜歡玩嘴 玩口水 那樣的 那你其實呢 練一個這樣的音域出來 你可以幫助自己 擴闊你的音域 當然是高音一點 那樣 這樣嬰兒 這樣嬰兒 做一些這樣的練習 那你就可以 男生 就不要用假聲練 用真聲練 即是低白度 那你都可以慢慢移動 那個真音擴闊回去 也都會練一下混聲 那你就會 有機會呢 可以整句都用真聲唱 就不會有了一個真假聲 換聲的困難 那當然如果你是很低音的 我的真音實在太少了 那變了你唱那句的時候 多了一些假音出來 那其實沒有說 對不對 錯不錯的 只不過是你自己的聲音帶 或者你的唱歌技巧 還未發展 還未成熟 因為 因為講的一個歌手 其實他們都是受過訓練才去唱 也都會有他們平時的難度 在那裡 也都可能是故意設計那顆音 要這樣唱 其實都不奇怪 那如果你要完全掌握 那你首先就要練了一些基本功 才可以掌握到 那如果唱假聲 你覺得唱聲超假的 其實你可以放輕一點 或者是 去到那個位 好像剛才小小黃飛 氣聲 扭一扭 因為這個位置都很快 所以你就有這個 音 就是這樣處理它出來 這樣 就是我們 現在 從櫻花樹下的副歌開始 即是 還記得櫻花正開那句開始 那麼我們有沒有現場 或者是 先上的觀眾朋友 記得要記住 你們的問題 在Facebook Live下面 留言給我們 那麼我們 下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的Q&A的環節 那麼現場的朋友仔 有沒有人想嘗試一下呢 我看到後面已經有朋友舉手了 那我們 讓我們鼓掌聲 邀請她出來 好嗎 是 是 好 我們就由這個 因為 Miss Lian 就會給我們 還記得 這樣 還 這樣 對 還記得櫻花正開 這樣 還記得櫻花正開 還未懂跟你是愛 初春來是彼此 你一定過 繼續期待 人自身這大時代 投入境反境記載 曾分開 曾相愛 等待 花蕊 有跌下內 彩東色 這是戀愛 嘩 都有了 好 好 我們先上的朋友仔 大家想鼓勵我們這位 現場觀眾都可以在Facebook Live 給她一個拍手獎 謝謝 非常之好 現在要提升你的技巧 初春來是 初 其實咀也要大一點 初 初春不來是 初 初 初春不來是 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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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有什麽技術學了 怎麽運用它出來 大口氣 剛才說了 投入機 轉一轉的解聲機 用氣送出去吹蠟燭 投入機 翻徑機 再連音些 千萬不要收進去 算了 這裏是頭 投入機 翻徑機 再加上你剛才學了一招 三隻手勢放在蛋田裏 真是捱後了少少 口保持這麼大 再來 投入機 翻徑機 翻徑機 預備 go 投入機 翻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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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句 捱過去 繼續保持這個動作 曾分開 曾分開 曾相愛等待 花醉又跌下內 再懂識這時戀愛 是啦 超級有氣 但是都要有進步的空間 是啦 國愛可不可以長一點呢? 你看看人家要show off的嘛 兩拍 喔 你都要不要那麼省啦 蔡東色 這是戀愛 如果你舊氣 有用單條 你可能有機會出陣音 再試試 蔡東色 蔡東色 這是戀愛 再試試 蔡東色 再試試 蔡東色 這是戀愛 如果長音 收的時候 不走音 就完美了 那收的時候 戀愛 口馬上合起來 再來 蔡東色 蔡東色 這是戀愛 啊 不行 起碼都五下了 show off 真的 不行 不行 再來一次 給點信心 蔡東色 蔡東色 這是戀愛 完美了 這次 如果沒有戲的朋友 好像有時看演唱會 人家有一個拿咪的唱歌技巧 又再說一下 怎樣啊 是不是這樣啊 你愛 這樣就不用收了 我們是很趕時間的 請教你們 謝謝 非常之待得 很多很多不同的技巧和學問 不過 就算是多少的堂數都好 其實唱歌真的在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大家除了可以跟Ms.Learn學習之外 記住回家 亦都要在洗手間 洗澡 或者睡覺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練習唱歌的 剛才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叫我們網上的觀眾朋友 又或者是現場的觀眾朋友 我們是可以有這個現場發問的時間 因為相信大家 剛才聽完那麼多的技巧 聽完那麼多的示範 應該都有一些問題 很想問Ms.Learn的了 我們現在先解答一下 現場網上的觀眾朋友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因為我也是一個初學者 就是 經常都說走音 究竟怎樣聽回自己唱歌 怎樣才知道自己有沒有走音呢 有什麼技巧 或者有什麼工具可以幫到我們知道自己有沒有走音呢 其實有沒有走音呢 有些人 耳朵比較靈敏一些 有些人就未必是 其實很多時候走音 如果走得很細微的走音 就算我自己 都要去別人幫忙聽 但如果你說平時一般的市民走音 就應該可能是很大距離了 好像剛才的朋友那樣 其實你有一個中文叫共鳴 那你有沒有共鳴呢 其實你唱歌音的時候 放在手音的心口裡 你覺得鎮不鎮呢 或者跟樂器有什麼共鳴 有一個共鳴呢 那就是分辨到自己有沒有走音 但不是 我聽電子的 聽電話的 我感覺不到 其實就要用心去聽 也都要把人的節奏拉慢下來 才會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 有些人一唱歌的時候 都不會聽著那個音樂 就是我又我唱 音樂又音樂去 其實就會有這個走音 很大機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都是要有講天分的 但如果你自己拖慢了節奏 你會聽到自己的走音 明白 另外經常看一個電視 又或者不同的節目 都看到一些歌手 或者一些素人的歌手 他們唱高音的時候 可能身體的動作都會比較大 其實手勢是否可以幫助他拉高音呢 其實拉高音呢 手勢是沒有作用的 他只不過是台風來的 對 那個也是提醒自己 他可能想提醒自己 啊 力度要這樣 他是一個提示自己的方法 也都來說 但是剛才挨口那個 就是一個半公開的神秘技術 也是出貓的技量之一 因為我個人喜歡做一些出貓的東西 你不會找到另一個這樣的老師 那你唱高音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些手勢是提醒自己 例如你想想 可能你想想 我要多些戲 你就會自己做些手勢出來 其實是幫自己的記憶力去做 那也都來說 可能如果你職業的演出 他可能就會有舞步或各樣 根本不會有機會讓你去做到手勢 那其實主要都是靠自己的氣息 那個氣和單田的訓練 去做好這個基本功 剩下的那些都是舞台效果 那些都是台風的演繹 另外我自己也有一條問題很想問 就是有時候唱歌的時候 或者可能唱K 跟朋友唱歌的時候 人家可以唱得很有氣勢 很有穿透力的 但是呢 自己唱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的聲音很虛很弱 那怎樣可以提升這個穿透力 令到那個聲線可以投放得更加遠呢 其實都是剛才那些基本功的技巧 也都不需要跟其他人去做比較 或者別人自己躲在家 閉關十年才出來跟你唱那個K 那如果你勤力的 每天自己洗澡的時候 練剛才那些基本功 練聲音 也都剛才來為了練呼呼呼 或者呼 其實每天十分鐘就很健康的 也都洗澡的時候練 不會一些口水式為非 現在講衛生 也都是在一個最放鬆的狀態去擴充 因為我們不可以用這些肌肉去唱歌 因為聲音會爛的 所以要提著自己 要一步一步 自己跟自己比較 不要跟別人比較 要不然你勉強大聲去推動它 其實你就會退步更差 或者你問一下現場觀眾有沒有問題 好像很雀躍這樣 現場的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到前排的朋友都蠢蠢欲動 很想拒收販問 是不是 有沒有現場的朋友 咦 後面 紅色衫的朋友 你好 想請問Cindy老師 一個長音 譬如四拍或者八拍 去到後來 就不夠氣 應該怎樣 是否呼吸不好 還是怎樣 有些技術去唱 後面的音 有幾個方法 例如說 如果那句的巨尾是特別長的 四拍或者八拍 有時候 例如像我這樣 我喜歡show off 我要跟音樂一起完 其實我們可以 溝氣 可以在上一句的巨尾的時候 唱短一點 然後再把自己吸氣的時間 變成多了 就做一個深呼吸 變成你處的氣會多了 如果真的要出貓 就把長音 細聲 收細聲 然後再做漸大聲 那你就會變成自己 好像有個演繹長了 例如說 我是 可能是 呼 我可能會小聲 開始 呼 我小聲 小聲 那你就會多捱 如果都是不行 就要用剛才那支出貓 喊口 呼 再 另外 就唱完 好嗎 這些真的會幫到你的 另外還有一位 就是前面白色衣服的朋友 請問 Ms. Leung 你剛才說到深呼吸 如果有些鼻塞 可不可以做到深呼吸呢 因為我覺得 唱歌的時候 鼻塞 是會比較難去呼吸 到 香港天氣 都是有些朋友 會有些鼻不舒服的問題 其實都是 有時間的時候 就盡量用鼻呼吸 其實沒有時間 我們都是口鼻齊吸的 好像游泳一樣 你只剎那間的一秒 你要吸就要吸光 所以如果你沒有深呼吸 你就要抹大口 快點去吸 你口這麼小 這麼鮮紋 吸得多少 所以永遠都是抹大口 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 真的要好好運用自己的口鼻 還有小詩的時間 有沒有現場的觀眾朋友 想發問一下 很漂亮 好 看到有位 他全部都是用共鳴聲 所以他根本都不需要用喉嚨聲 他不會爛聲 為什麼他每天都喊10元 3個都比你厲害 就是因為他用了單田 加上他的身形 可能比我大 吸氣比我厲害 我跟他吵架 當然是我輸 對不對 所以你用唱歌的技巧 在自己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就會做到養聲 這個保養 沒錯 唱歌最重要就是你自己的工具 就是你要養好自己的聲音 我知道很多現場的觀眾朋友 或者是線上的朋友 都好意猶未盡 很多問題想問 但今天的活動已經來到尾聲 我們首先 很感謝Ms.亮今天的分享 而下星期三 亦會有The Wave五周年的活動 寵物經濟崛起 無小孩創造陪伴大商機 記住各位要密切留意著 到Facebook專頁的最新動態 我們就和我們一起學習 一起進步 共創共享價值 再見 各位 拜拜 拜拜